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光明電阻的部分 那這個已經它內建在裡面 所以你不用就是另外再接 那它的腳位呢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的簡報上會寫AD 那有的會寫A0 那你一定會覺得奇怪 到底是AD還A0 你看我們這個板子上面 它上面你注意一下它是寫AD 有沒有注意到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看一下 這個上面應該是寫AD 在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是寫AD 對不對 這邊是寫AD 那這個部分呢 是因為這樣子 如果你用的是在左手邊這裡 我們這裡 左手邊有沒有兩個 一個是O 一個是S S這個就是給誰 給Smart用的 所以如果你在這裡 你會用這裡 我找那個光明給你看 我就要問一下各位 請問光明會不會回傳數值 會 要對不對 不然我怎麼知道到底現在多亮 我們要這個就是要去偵測什麼 環境的光線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會回傳的就不在原件模組在哪裡 在傳感器 所以你看我找到這邊 光明電阻 我把它拉出來給你看一下 這個 好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是A0到A5 有AD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對 那你看喔 如果我幫我把這個積木切換到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S 我如果切到這邊來 一樣找這裡 光明 你來看一下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AD 這樣知道了嗎 不過原則上在這邊AD就是跟A0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不管你是用S這邊的還是O這邊的 兩個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 所以第一個動作 剛才你要告訴他 我有一個 這個光明電阻 但是他放在哪裡 是A0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先看看喔 在這邊 我們先看一下 你把這個 先把我們的網頁互動區 你把它換成顯示文字 我們先確認一下 到底光明 它回傳給我們的數值 是長什麼樣子喔 所以你先把它換成這個 叫做顯示文字 那我們找到傳感器裡面 光明光明 你就告訴他 因為我剛才已經告訴他 我有一個裝置了 現在就開始偵測囉 開始偵測 那偵測了之後 我要顯示出來 所以在這邊 顯示 有沒有一個顯示文字 這裡 那我就告訴他 麻煩你 幫我把 光明電阻抓到的值 請你把它顯示出來 那我們就按Play一下囉 好 沒有看到 來 我們現在有看到了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它的數字 有沒有注意到光明的數字 現在是0.5後面好長 那你看喔 那你看喔 如果把用手把這個光明稍微遮一下 有沒有變暗了 那什麼時候變亮一點 我們現在是不是到0.5而已 如果你有手電筒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照一下 它最多就是到1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那可以考驗一下各位嗎 這樣小數點很多 有沒有比較 覺得好像比較不好閱讀 可不可以把它轉換一下 轉換變分數喔 喔 應該是不用到分數 但是可以 你可以變百分比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變0點 比如說我取兩位可以吧 所以要不要試著運算一下 我們在這邊喔 來 你找一下這裡 我們這裡有一個工具 叫做什麼 在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叫數值轉換 進階這裡喔 看清楚喔 這裡 在進階的這個裡面 有一個數值轉換 有沒有看到四捨五入 就是這個積木 你可以把它丟出來 告訴他 我要顯示一個數值 這個 我只想到小數點兩位數 這時候我們再重新play一下 有沒有比較好看一點點 比較容易看嘛 請問可不可以變百分比 可以嗎 直接比如說0到100啊 這樣子啊 可以啊 乘以100嘛 對不對 請問要去哪裡乘以100 這裡有數學式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開根號 對不對 我看一下 有沒有加減乘除 沒有喔 那我們找另外一個 數學式 就是加減乘除 加減乘除 你加 這個 有沒有加減乘除 有喔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我先拉出來 告訴他 我要顯示這個 現在這個數值 但是呢 我不要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我希望他可以乘以 100 對不對 對不對 後面 不能直接打嗎 你來這邊 我們這個 有一個 這裡 數學式裡面 有沒有上面一個這個 欸你就告訴他 我要變100 就是我取得的數值已經 小數點後兩位 我再把它乘以100 這樣有沒有 就看到了 所以我把它壓一下 按住 有沒有 就這樣低了 這樣你就不會小數點跑那麼長 這樣OK嗎 欸後面怎麼 喔還好 笑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 請你先玩玩看喔 你如果沒有轉換 當然是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我們在視覺上看起來 這樣比較容易看 好不好 來給你玩一下